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心下现任市长林布朗承诺 如果他连任的话将保持地税涨幅在2.5%以内 奥克兰市长林布朗说 低利率和经济发展将是他假如连任将优先考虑的事项 林布朗表示在他任期的三年内 奥克兰地区的平均地税分别上涨3.9% 3.5%和2.9% 远远低于原先市议会的目标 林布朗说奥克兰是新西兰唯一的世界级城市 因此也需要有一个世界级的经济 我们必须有计划促进就业增长 同时提高奥克兰的生产力和出口 并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林布朗表示说 如果他连任 他将提出一系列的策略和行动计划 包括新的旅游战略 以及旨在降低青年失业率的项目